今天的案例比较特别 它是位于林口 一个室内只有28坪的检案 那现在房价很高 年轻人好不容易都买了一个房子 但首先会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客变 那如何去做客变 会建议所有的屋主或是朋友们 可以找一个专业的设计师 因为它不仅可以帮你量身定做 属于你的生活品质的居住空间 它还可以帮你省时省力 达到最有效的经济节能 我们这次的屋主呢 他是一对夫妻 那他有一个小小孩 那大概只有三岁多 所以这次我们在跟屋主 在聊天的过程中 我们了解他的需求 他希望打造一个比较舒压 然后非常放松的一个亲子宅 所以在这个空间领域里面 我做了很多圆弧的设计 是避免说小朋友在奔跑的时候 就是碰到了头啊 或是跌倒受伤 另外我们打造了一个比较大的空间 让他有一个舒适的阅度区 这样子一来 就达到屋主最理想的空间生活了 在空间设计上面 我们选用的颜色选择了大地设计 比较温暖 然后比较大自然的颜色 比如说灰色 白色跟木纹色做基底 没有太多的装饰 但我们可以利用软件 去提升它一个温暖度 达到一个客户喜欢的一个氛围 其实找设计师课便的好处非常多 比如说刚开始在跟建商接洽的时候 有蛮多的专业术语 是我们的屋主他 其实并不是很清楚明白 这个时候设计师就可以协助了 还有就是说在课便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不喜欢的一些元素拿掉 来去符合属于自己的风格 比如说像是地平 我们可以退掉建商地平 换成自己喜欢的大理石 或者是花砖 再来是建商统一都会附赠的厨具 我们也可以让它去做一个退选的动作 因为退选建商会把一些追减的费用给您 你可以利用再去添购 你真正自己喜欢的进口厨具 或是真正符合自己的厨具需求 再来就是空间领域上面 你的一个人数 是不是符合这样的一个空间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隔间打掉 其实在建商这时候 都可以做一个追减的动作 它也会把费用退给你 那未来在装修上面 除了可以达到省时省力之外 它也会帮你把预算给精减下来 在玄关空间的时候 我们经过了课便 所以我们把地平给退掉 然后选择客户喜欢的 抿石子的一个花砖 那颜色上面也有点小缤纷 让它感觉有活活的色彩 在柜体方面 把手的部分都是采用无把手设计 让它感觉非常的圆润 也避免我们的小小孩有碰撞 在最下层的地方 我有设计两个抽屉 让它可以放一些室内的拖鞋 或者是小朋友平常要外出的雨伞 或者是一些小袜子 旁边紧连的就是我们的穿衣紧 我们特别选用了灰镜来做一个代表 因为这样子比较不会反射 让我们的空间太过锐利 再来就是非常安全的一个设计 我们的玄关 我们的抿石子地板 跟我们的木地板 因为是经过了课便 所以它基本上是没有高地落差 这样子也可以比较安全舒适的空间 关于客厅的空间 屋主刚开始跟我在规划设计的时候 就已经有表明 他们有大量的书籍 所以他们并不需要电视 所以在客厅的领域地方 我规划了一面大面的书墙 那经过了原论的造型 避免小孩子碰撞 上方也结合了整体的收纳 在下方的地方 我做了一些规划设计收盘的地方 因为呢 有时候家庭聚餐 他有时候会想要看一些影集 我们就可以利用短焦投影的方式 将我们的电动布幕下来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一家和乐在客厅看电视 再在天花板的设计 我们也呼应了整个空间的协调 做了圆论的造型 在曲线的造型里面 它其实隐藏了我们最新的全乐视焦换器 以及厨师机 还有吊影师空调的配置 再搭配整盒 我们的灯具灯光照明 它达到了这一个整体的效果 最后在客厅的地方 连接到我们的书房区 原本的格局是四房 两厅三位 但我们依照了人数 以及空间需求 我们把一个格间把它追减了 就是建商利用课病的时候 做一个退的动作 我们利用那个空间 做了一个大量的阅读区 做一个亲子共读 那高度的部分 我们尽量去设计在 90公分的一个平台 让我们小朋友 直接就可以拿取书籍 然后直接做一个阅读的动作 那这个部分 它又整合了所有的大收纳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抽屉 然后很多的收纳柜都在里头 爸爸妈妈可以把一些药品 平常一些收纳的口罩 都可以放到里头 接下来它在90公分的一个平台 我们延伸到了中导 我们利用中导设计的背后 做了一整面的涂鸭墙 那这涂鸭墙也是依照了小朋友的身高 它可以在上面直接去绘画 然后当作是一个整体空间 转到了我们的厨房空间的时候 我们在厨房旁边的墙壁 有设计了磁性板 这磁性板它除了可以去贴memo纸之外 它还可以去吸平常的 比如说账单或其他 它需要比较重点式的东西在这里 关于厨房的空间 在一刚开始课边规划的时候 屋主引经推掉了它原有建商的厨具 去找了一个符合自己的进口厨具 但有时候往往预算考量 所以由我们设计公司帮它量身定做了后方的中导 以及结合了电气柜 这样子的规划就会符合它整体的空间效能 原本的卫浴空间是三套 那我们因为课边变成2.5套 我们将淋浴空间的部分 把它的给水跟排水先封闭起来 那做成一个具有收纳机能的储藏空间 在壁面的造型 我们达到了防水以及防潮的概念 让选色的部分跟我们的壁砖是整合 这个空间不仅好用 将来如果未来要做一个售出转卖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把原本的储藏间拆掉 它一样就回复原本的领域空间 如何找到一个专业的设计师来帮你做课边规划 其实是蛮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课边的时候 会建议我们的五组一起找设计师一同参与 这样子的话 我们在跟设计公司 还有跟我们的建商一同去做课边的时候 才可以一起去理解这个空间 到底是不是符合自己的需求 再来在沟通的过程中 很多建商的专业术语是我们不太清楚的地方 都需要建设公司跟我们的设计师一同来协调 这样就可以事半功倍 轻松入住新家 想欣赏更多毛志文设计师的作品 请上幸福空间网站搜寻 这是HOME.me独家开发的空间规划APP 你只需要对着想搭配的空间 使用手机快速扫描 透过AI人工智能的运算 快速布置你的家 结合空间感知及定位技术 所有商品尺寸皆与空间吻合 不需要再次丈量即可看见商品在家中实际呈现 甚至是移动搭配 让你不再需要想象即可看见 HOME.me拥有超过200家家具供应商 及数千项商品的支持 拥有最高20年的商品品质保证 与专业的运送安装团队 你也可以快速加入购物车进行购物 未来 我们将大范围开放所有家居品牌的加入 并实现多人远端同步搭配 及AI布置推荐 众多开发商的合作 让全世界数以万计的家庭 都能快速布置 并拥有美好的空间 让居家搭配变得如此简单 有装修需求该如何规划预算 不论是全市装修 局部装修 还是新装修 都可以轻松在线估算